美国土城拉斯维加斯连续5天的气温都高达摄氏46度 连气象专家看了都傻眼 民众住家玻璃大门被热到碎裂 连蜡笔都融化 蜡笔一根根倒下 接着仿佛吐血一般流出颜料 而右边整排的蜡笔则向瀑布 在白纸上泄出五颜六色 这是拉斯维加斯气象局拍摄的缩时影像 作画的是炙热的大太阳 内华达州正经历1937年以来最极端的热浪 已经连续第五天气温超过摄氏46度 不止热到蜡笔融化 民众在家里躲太阳也吓一跳 住户突然听到有如舌土性一般的诡异声响 原来是玻璃门热到爆了 出现蜘蛛纹般的军裂 玻璃业者也相当惊讶 从没看过热到这么离谱的情况 已经接到好几户抱怨玻璃碎裂 气象图上美西一片紫暴 20个州拉起热浪警报 拉斯维加斯从陆下至今已经有16天气温破记录 7号当天的气温甚至高达摄氏48.89度 直升机因为怕一气出状况而降低起飞次数 被迫减少救援任务 天气热也影响加州蔬果的收成 以及乳牛的产乳量 库下还没完 民众只能注意因应 詹雄编译